在台中市纤维工艺博物馆大厅上 吊挂着以24节气发响的配色组合 呈现一年24节气的色彩 为了探讨台湾在独特环境与人文中产生的色彩文化 艺术家特地精选100种生活色彩 并建立了色系色名 染色配方 色彩组合应用 台中市文化局长表示 这场台湾经典摆设大展 竟选出100种台湾日常色彩 并以24节气的组合进行配色 所创造出工艺品非常具有特色 让大家看见台湾不仅仅可以用科技来代表 也可以用颜色来展现 颜色天然染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现在生活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永续 跟我们的环保跟自然 所以透过天然染色 其实这样的可以色彩的颜色的呈现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跟我们的时尚业 能够密切的来结合 让我们台湾经典的摆设 我们代表台湾独特的颜色的容颜 可以发扬光大 这次展览由全国工艺师与设计师联手呈现 以兼具台湾文化意象及时尚潮流的作品 展现出台湾天然染色工艺转化 应用于生活设计的精彩作品 主要是我这是用两层图是枝 那我这里面的金线我用了14色 然后我的尾线用20色 所以14乘20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面有280个 茶褐色系的色块 但是你细看每一个色块 它的颜色是都不一样的 2015年开始看他们的作品 在台湾设计展宜兰那边看到就开始觉得 用天然展的素材蛮特别的 我就觉得它的变化比较多端比较特殊 台湾经典摆设大展 以天然染色呼应台湾自然与人文 透过100种在地色彩与24节气配色 串联工艺时尚设计 展现生活脉络中的文化意象 展期到11月17日 民众不要错过 连安新闻里面好 台湾探网报答